说白了,国外的孩子是自己去选择未来 国内的孩子是社会给你的未来 咱们中年人了,一定要慎重 不能一错再错 因为咱们没有时间去试错 Leave Water Ladies 沥水明远 北京的湖冲委记得这景 不太如鸣 Hello,大家好,我是石头 这个熟悉的话,熟悉的背景 没错啊,我这又今儿来到公司了 今儿干嘛呢 我又得见我一朋友 最近说这个什么论文话 还真是 我这朋友跟我说想咨询那个游学 说要跟带孩子去博外上学去 问我怎么弄 你看这是那面馆 旁边就是人印 看看啊,你看看 大屏幕 像不像茶馆,有事儿都这儿聊 来,聊聊吧,找我聊什么 这个甜辣丝可好吃 人家吃过这个甜辣丝可好吃 人家吃过这个甜辣丝可好吃 你先说说吧 怎么想着又润了呢 怎么想润了呢 润 给他讲讲什么叫润 润就是,汉语片,润,R-U-N,英文叫什么呀 润 走着,先喝再聊哈 来,尝试一下,还留麻烦 五百五分以上怎么着 在海建区有五百多个 就总算扣五分以内的 这是中考 我看到的数据啊 五千零不到五千一 海外生来申请高考这块申请北大清华所谓的 只有一百多个是真正意义的那个海外生 但是这个一百多个海外生里边是发达国家 还是说还是说这个是亚非拉 对,亚非拉,或者是 欧洲小国 迷博 啊,我说迷博 迷博尔 就是哪个国籍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百多人啊 剩下的那多,那那将近五千人是干嘛的呢 港澳台的 那你再想想港澳台里边 那台肯定也是少数啊 那港澳的 我跟你说,我知道 这个这个这些年 办香港身份的人有多少 本来我想的是聊完了以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结果喝两瓶啤酒 我一般很少喝酒 昨天天也热 我来两瓶冰啤酒吧 好久没喝了 那家聊天配的酒 也有那个气氛 结果喝两瓶 喝的不能说喝多了吧 反正喝的不少 晕乎乎的 我就没路 今天我就到公园里来锻炼 我说趁这机会把这鼓上 我们昨天聊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要带孩子出国 我说嘿 我说这两礼拜 您这属于是第六个跟我聊这事的 昨天本来想的是拿着手机进去 一边聊天一边记录 结果我这哥们说 我你把这摄像机关了吧 我对着镜头吧 我聊不出来 所以我上期的节目也说过 为什么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 年轻人他能让我保持一种 open的这种开放心态 之前也听说过 就是说人啊 40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个方面都在做减法 原来还不相信 这回感动深受了 和年轻人一块啊 这个我也就是因为怕这个 我自己这个心态越来越封闭吧 然后所以我有意的 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 多和年轻人交流 向他们多学习 让我保证一直保持在一个 相对年轻的心理状态 要不然你看昨天我们去到这个面馆 真的就像茶馆一样 你看我那哥们50岁 然后有点 真有点这个中年油腻大叔的感觉 昨天从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没有听出来 他有迫切的想带孩子出国的想法 我唯一听出来他的一个担心 就是说担心孩子未来中考的时候 考不到600科没有高中上 没有高中上就面临着这个可能会去植高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中观呀绩效也好 然后最后影响到这个前途 这两周呢 我也听到最多的消息也是关于中考的 说这个600分以上才能有高中上 600分以下估计就没戏了 说这个朝阳也是 然后海淀也一样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呢 说网上有一个数据 朝阳区9000名参加中考的孩子 然后有4500名在530以上 但具体说这530是一个什么样的提挡线 我也不太了解 反正就各种担心 不光是公立学校 我最近还听到一些邻居朋友 有孩子上私立学校的 他们也很担心 也想出国 为什么呢 说因为这个私立学校里边 首先原来的学校名都很好听 什么什么国际学校 现在这个暑假都要改名 都要改成什么什么北京市什么什么区 然后什么什么学校 然后这个私立学校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 要加入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内的这个课程 然后他们觉得要上国内的课程 要上就所谓的国际学校的课程 肯定是不是也觉得更卷了吧 说到卷这个事儿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在国内和国外的这种表现形式 或者关注点不同 国外的这个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七年纪以后吧 阅读量非常大 然后对于这个所谓的未来的前途 未来的这个选择 孩子自己要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国外的孩子呢 是更多的去 关注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国内的孩子呢 可能应该说不能说是国内的孩子 国内的家庭 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导向 都是在以社会为一个基础面 或者说以一个一个出发点来去去去去去引导 这一波或者说这几波孩子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说白了国外的孩子是自己去选择未来 国内的孩子是社会给你一个未来 其实像我们这代家长 说明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 也就是因为看清楚了 所以才焦虑 担心如果在现有的这种学习环境下 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将来 所以才想着要不要给孩子换一种这个角度 换一种环境去学习 去寻找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国外呢 他没有你说怎么说呀 你说这个职业的高低贵贱 他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起码就职业本身可能会有分工不同 但是人对于这个这个就社会面 对于不同职业的人的认识 或者说尊重度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这点是和国内也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家长担心孩子以后不能上高中 不能上高中就面临着不能上大学 不能上大学 那您只能可能去蓝领工作 我们昨天也聊到就是说 中国的蓝领工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 然后包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包括未来你对这个社会的视野面是有多宽 这都会限制你吧 但是国外就不同 国外可能就是各自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然后每个人做的自己应做的事情 自己做的自己应尽的对社会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然后相应的就是你该享受的一个权利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 说白了受传统教育的这种深度和时间的这种长度 都是其实都是有一定量一定的积累的了 很多人不敢去改变 也包括我自己我在一二年之前第一次去美国之前 我说什么以我的认知我都不会去美国 就说甭和去生活了 玩我都不会去的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认知里边 学习和老师家长传递的信息里边 那就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们应该离这种地方远远的 直到这个我第一次踏上这个美国的这个土地 我自己去感受自己去看自己去跟人去聊天 我发现好像和我的认知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视野 我的认知是不是只停留在一个点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我当时我真的可能就是因为一棵树而这个失去整片整片森林 现在想想就是没感觉 我当时移民的时候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包括昨天吃饭的那位朋友 说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移民这边生活的好好的 昨天跟我说哎呀说当时有个误判 还不如当时多听听你的这个想法 然后可能当时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论你当时是做了一个误判也好 还是说现在有这个想法 准备行动也好 我说咱们中年人了一定要慎重 不能一错再错 因为咱们没有时间去试错 特别是今年22年以后 其实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就冒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开始想着又是不是要移民呢 然后是不是要孩子留学呀 留学的同时我自己是不是也能换一个环境 这个改变一下生活 现在再开始想 其实我觉得并不晚啊 我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 四十多岁五十岁并不晚 因为在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四十岁以后到甚至于五十岁以后的人 呃有了这种移民的想法 立马行动 最后还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这今年不是流行的一个叫什么润文化吧 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润文化 哦 看到网上说到润的英文就是乱 其实我倒不是说建议鼓励大家去这个按照润文 所谓的润文化去执行东西 因为润文化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呀 并不代表你真实的想法 而且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嗯 论是可以的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您自己都要想清楚了 我跟我的哥们也说 我说你要自己想清楚了 你出去到底是为什么 你只是如果是为了孩子去有一个好的环境 你去选择出国或者甚至于移民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你是为孩子的未来担心 或者说为孩子的未来做一个规划 我觉得孩子的未来应该由自己来规划 你只是一个引导 你可能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 如果为了他而改变你所固有的 或者说你走一条你自己可能并不喜欢 甚至于并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这么一条路的话 可能也未必是件好事 我还是那句话 要不您就别想 想了 您就一 抓早 想仔细想清楚 想清楚以后 麻丁行动 这就是我能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得 好了 今儿咱就聊到这 我是石头 咱下集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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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